現在我要介紹一個很實用的小鼓演奏技巧 叫做Rim Click 中文常常會叫做壓鼓框或者是打鼓框 但是中文的名稱常常又跟另外一個演奏技巧叫做Rim Shot混淆了 所以在這邊我比較習慣用的是英文的說法 就是說Rim Click 這支影片我會先介紹一個中庸的版本 然後會講這個技巧的其他音色上的變化 一些延伸的打法 先從握鼓棒的方式開始說起 通常在演奏Rim Click 的時候都是用左手來打的 當我左手握著鼓棒的時候 我會習慣用比較粗的這一端 我們就說這是鼓棒的尾端 用這一端來敲在鼓框上面 握的姿勢大概是這樣 用拇指跟食指捏住鼓棒 然後中指、無名指、小指是打開的 不握住鼓棒 這時候你要注意 拇指、食指捏住鼓棒是 捏住鼓棒的兩側 而不是勾住鼓棒 如果在畫面上你看到我這樣子 食指勾住鼓棒 在敲擊的時候 我的食指會被壓在鼓棒跟鼓皮之間 那就沒有辦法讓我的 鼓棒的這一頭 壓在鼓框上面了 所以要注意拇指跟食指是捏在鼓棒的兩側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再來就是 整個手掌的位置 大約在小鼓的正中央 當然後續你可以做其他的變化 在一開始我會建議在小鼓的正中央 然後鼓棒大約是 把小鼓切割成兩個等分 這樣子的位置 暫時不要太上面也不要太下面 當然後續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做變化 至於角度我覺得沒有一定 有人喜歡這樣的角度 有人喜歡這樣子的角度 我覺得這要看你的手腕的舒適程度 以我的手來說 我覺得這樣子手腕的角度是比較舒適的 如果太過這樣子彎 或太過這樣彎 我都覺得不自在 所以讓你的手腕輕鬆自然為主 這個就會是你握鼓棒的角度 再來一個點就是要注意的是 我的鼓棒頭這邊 它會放在小鼓上面 基本上幾乎都壓在鼓鼻上 鼓棒頭距離鼓框之間 應該會有一個短短的距離 這個距離會決定你敲擊時候的音色 在一開始我會建議 這個距離大約保持 1英寸或者是2到3公分左右的距離 這只是個大概只是個建議 你也可以去摸索不同的距離 找到你更喜歡的音色 接下來我要進行敲擊了 在敲擊的時候請注意一個重點 我的手掌下緣始終是貼著鼓皮的 就像看到我現在這個動作 手掌不管怎麼動 我的手掌或者說手腕 手掌下緣或手腕這邊 是一直貼著鼓皮的 不會離開 再這樣子為基礎 然後拇指食指捏著鼓棒 另外一個點就是 鼓棒頭這邊 這個尖端這邊也是壓著鼓皮的 所以你會注意到我的手掌下緣 以及鼓棒頭這邊 一直是壓著鼓皮的 以這種方式揮動 你可以先不要直接敲下去 先練習這樣子的 兩個點固定的形態下 去移動 去揮動你的鼓棒 接下來我要開始敲擊 我的第一個Rim Click 這樣就完成了簡單的Rim Click 接下來我要講它的各種延伸 首先一定要用鼓棒的 比較粗的這一端來敲在鼓框上嗎 是不是有的人可以用比較細的這一端 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試試看 用這一端來敲擊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音色 基本上 用比較細的這一端來敲擊的時候 聲音的顆粒感會稍微小一點 用比較粗的這一端來敲擊的時候 聲音的顆粒感會比較大 我們再聽一次 再換另一頭 接下來我們來講鼓棒的這一端 留在鼓皮上的這一端 離鼓框的距離 對音色造成的影響 我現在先貼著 緊貼著鼓框 來打打看 你會聽到什麼樣的聲音 你會發現聲音聽起來比較單薄一點 離開一點點距離 聽聽聽看聲音有什麼變化 再離開多一點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你會發現 好像低頻跟中頻的聲音多了一點 好還有其他的變數哦 但我想先說明一下 這個留在鼓皮上的這一端 離鼓框的距離對聲音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我們在敲擊的那個瞬間 我們的敲擊力道 一方面是從敲擊這個點去 把力量打到小鼓上面 去產生聲音的 另一方面力量的傳導 則是由這個位置 就是 壓在鼓皮上面的這一頭 把力量傳導進去的 你可以這麼想哦 這個 傳導的點 如果比較靠近鼓框的時候 會有比較多的高頻 如果比較靠近鼓皮的中央的時候 會有比較多的中音 或者是低音 接下來我來講另外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比較少人說到 這是我的演奏習慣 分享給各位 在敲擊的時候 我會用拇指跟食指 稍微的 把骨棒捏起來一點點 所謂的捏起來一點點就是 讓 壓在鼓框的這一端 稍微 離開我的 小鼓框 可能是 0.1 0.2公分 很短的距離在視覺上 很難發現 但是你看我現在用食指去壓 你會發現它並不是緊貼的 它有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我是用拇指跟食指捏住 把這個距離 拉開來 來控制住的 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這樣敲擊 會有 多一點點的殘響 如果你希望你的 這個敲擊聲 有多一點殘響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這麼做 接下來把鼓棒一直壓在鼓框上面 這樣的敲擊 敲擊之後並沒有保留一點點的 空隙 聽聽看這個聲音 你會發現這個聲音比較乾 基本的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當然有時候演奏因為很忙 手忙腳亂的 你可能動作不一定能夠放得這麼的 完整這麼仔細 可能我們的手會過去一點 這邊一點 歪一點點 或跑去哪邊一點 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這些聲音都可以叫做 Rim click 你也可以去善用這些聲音 去探索看它們有什麼不一樣 去找到一個你最喜歡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在實際上演奏的時候 常常會跟小鼓的這個 一般的這種打法去做混用 這樣會創造一些不一樣的段落的感覺 比方說在A段落 你可以用這樣子直接敲 到B段落 如果原本這樣敲的24拍的那個小鼓的聲音 你把它改成Rim click 這樣子會有一些段落 跟段落之間的區隔的感覺 在切換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的 當我想要從一般的打法 轉換成Rim click 或者是從Rim click 切換成一般的打法 有的時候會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用比較粗的這段來打 我拿起來的時候 如果是用對稱式握法 就直接用鼓棒的尾端來打 如果一開始 你的手在切換的時候 還沒那麼熟練 速度沒那麼快 你可以直接這樣敲 又或者是反過來 用這個傳統式打法 如果你是習慣 傳統式握法的鼓手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切換 這是另一種方式 都可以 去找一個你覺得自在的方法來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加速度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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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也要做一個 更加速度有些人 要做一個是非常 λι 成功的